好香哦 你喜歡這個味道嗎 這不是樟腦丸哦 這是樟腦 對 那樟腦是植物嗎 它是... 對,植物 然後它是一種素 然後提煉出來的 就叫 它看起來好像冰霜 成分比較好 就有這個結晶 這是成分比較好 對... 像這個塑膠 這個都是樟腦做的啊 你知道為什麼這裡要放塑膠嗎 這是人類最早期的人造塑膠嗎 KIMI,我來教你 你知道台灣的三大產業是什麼嗎 對,沒錯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樟腦故事體驗館呢 就可以了解到 當時樟腦在動世的輝煌成績 而且其實樟腦在動世 是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對 我記得這邊是不是有可以DIY體驗的地方 對... 我剛剛上網的話發現有很多種不同的選擇 有什麼... 手工肥皂 然後木偶跟杯墊對不對 對,沒錯 那我們現在是要進去體驗嗎 嗯,好 走吧... 來... 這個... 來看一下這個 這什麼... 樟腦... 樟腦油 樟腦... 這就是樟腦 好 好香哦 你喜歡這個味道嗎 很香耶 這不是樟腦丸 這是樟腦 對 那樟腦是植物嗎 它是... 對,植物 然後它是一種素 然後提煉出來的 就叫樟腦油 它看起來好像冰霜 然後它成分比較好 就會有這個結晶 樟腦瓦 這是成分比較好 對 像這個塑膠 這個都是樟腦做的 對 你知道為什麼這裡要放塑膠嗎 這是人類最早期的人造塑膠嗎 對,我們這邊有做DIY哦 對,可以做一個文創的DIY 都是用樟樹去做的 它就會有那個樟樹的味道 對,等一下我們也可以做貓頭鷹 對,貓頭鷹的DIY 像這個都是樟腦做的玩具 以前的人造塑膠 還有黑膠唱片、軟片 那些都是 經過一個化學變化 會成為一種膠狀物質 冷卻以後就變陰陰的 就像塑膠一樣 所以它可以塑膠 對,所以它就會做各式各樣的 民生必須的用品 樟腦的原型就是樟樹 樟樹切成一片一片之後 然後再用蒸餾的方式 蒸餾然後再 對,然後成分比較好 就會有剛剛看到那個結晶 對,那個結晶它經過一個化學變化 它就會變成一種 再加顏色 然後冷卻的話就可以塑膠 就可以塑膠 然後冷卻就變成你要的東西 對 然後我們這邊還可以看到 這個以前伐木的工具 各種刀 對,以前腦丁用的 或者是木工用的 很多雙人鋸、五尺鋸 還有破... 木破鋸 就是切片的 以前都用手工的 現在就用機器 可以,那很輕 其實不會很重 對,還有翻鉤就是翻木頭的 各式各樣就是伐木的工具 這樣子 因為我爸爸以前是腦掌嘛 所以就是它把以前腦療的景象 我們就再把它呈現出來 這樣 姐,那我們可以去做DIY嗎 可以,這邊都看完了嗎 好 對 好,OK,好 那我們就走 耶,我們來開始了 好,開始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我們今天要做貓頭鷹的DIY 這是材料包 好,來,我給妳 那我先把它打開 對,小心 然後它的零件很細 好 對,然後就用這個白膠把它黏起來 零件都是一樣的 零件... 都是長一樣 不大一樣 你們兩個都不大一樣 做出來會不大一樣 這個大人小孩都很適合 感覺可以帶小孩子來這邊玩 白膠 對 對 有做過這個嗎 出現眼睛了 對 也不錯 OK 快看你的眼睛 你看,它真的是畸形耶 它眼睛一上一下 我的超整... 超整齊的 它現在放橫的 它可能會... 比較不會掉 這是鼻... 嘴巴 你要鼻子要用也可以 你先用嘴巴 然後你的鼻子要用... 不要用都隨便你 完成了 我們的手工貓頭鷹 你看 有像嗎 有像貓頭鷹嗎 很像公雞 公雞 公雞 我像神奇寶貝 對 因為你的眼睛水汪汪的 對,水汪汪的 來看一下 人家的作品 其他的作品 我們最漂亮的 真的對比之下 我真的是滿像公雞的 對啊 真的每一隻都長得不太一樣耶 所以每個人做起來都長不太一樣 我剛才還問了一個蠢問題 問老闆娘說 做起來大家都一樣嗎 發現其實材料一樣好像 它還是會有形狀有一些些不太一樣 對不對 對,因為它的木頭就是比較 沒有辦法每個都一樣 一模一樣 對 還是沒有辦法太精準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作品喔 好